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岸岸花园人 我们继续分享三角梅啊,欢迎们 为什么分享三角梅 我们今天想跟花园们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这个三角梅 到底下雨会不会落花这个现象 下雨落花这个 肯定是会落 但是也要看品种 有些品种是容易落 有些品种是不容易落 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是落在这个新的花苞 有些是落在老的花苞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这个面前就有一盆 金星双色的一个小老公 大家看一下花苞顶得特别多 花苞顶得特别多 落花当然是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雨水长时间打的话 它急在这里 首先一个重量上它就有了 重量上就有了 有没有落花 有落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金星双色 我上午的时候 我去摸一下 有时候有些花苞你一摸 它落不落落就知道了 落不落落 我摸了一下 这个你看一下 这个还好 这个品种还好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落 这个品种没有落 我们看一下 但这些花苞能不能开起来 能不能开起来 这个一定要取决天气了 如果它具体这样再下雨的话 可能这些花苞会废掉 花苞是非常多 非常密集 包括我们这颗花苞 杨红公主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苞也是特别多 它这个开花就是这样的 开完再开 开完再开 三角苞就是这样 因为它到了一个适合的温度 它就会这样不停地开 所有的品种可以说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往这边走一走 这边走一走 这边这个花呢也特别多 这个相对来说落花落了就比较多了 这是个绿叶双色 它和金星双色 你看一下 我敲它一下 它就会落下来 它和金星双色可以说是两个差不多 只不过是叶子不一样 开花都是一样的 开花都是一样 也是一个非常情花的品种 情花品种 所以说这个前期的话 大家看一下 花苞落的小的花苞地上是有 但是不多 不多 没开起来还是不多 我们这些开起来的话 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 开起来的话 那就会落了 这是一颗广红鹰 广红鹰 我现在把它摇一下 摇一下有没有花苞掉下来呢 有 有花苞掉下来 有花苞掉下来 不多 本身这个品种 当然也是容易落花的 落花的 我们再往这边 华友们 咱往这边看一看 主播这里养了很多三角梅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落花比较多了 我都没动它 它自己落下来了 它自己落下来 这个是一个什么品种 这是个巴西子 当然它已经看了一个多月时间了 它落花呢 本来可能说也到了要落花了 但是这次下雨呢 就是等于说 我们压死它最后一根稻草 压死落错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不下雨的话 它可能还能坚持七天八天 这样样子不落花 但是一下雨好了 它这个花落下了 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不管我们下雨落花 还是说自然落花 特别温度低了 落花 这都是正常一个现象 花友们不用着急 不是你水浇多了 烂根了 不是你肥下多了 它落了都没问题 花友们 都是一个正常现象 还有三角梅 落花落叶 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花友 这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温度的关系 所以说不用太去在意 希望我们拍的三角梅视频 对大家养花还是有些帮助的 说实话 主播这里养三角梅 比大家有优势 我们在这边养三角梅 花友们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就是我们地域优势 我们南方的花友温度比较高 所以说养三角梅 三角梅有优势 但月季确实也是难养 难养主播也没放弃月季 我们继续当然是在养月季 关于三角梅 落花这个现象 下雨落花 当然有花友提出来 说梦要不要搬进去 当然有条件搬的 当然是可以搬进去了 像我这样的话 几百棚上千棚的话 你搬你往哪里搬 是不是 你没地方搬 所以说我只能送起自然 有些话说心疼 心疼也没办法 心疼也没办法 所以说有些 我们为什么自然家庭养花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露天眼 就是除非你如果你搭个棚 有个阳光坊 那就很好了 但是我们也没那个条件 所以说这样养一养 它落就落 蟹就蟹 它落了我们还会开 它营养还在 它没有开起来 它还没把它营养消耗掉 我们就再重新让它开就行了 好了 今天我们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是13 如果大家喜欢养三角 没喜欢养月季的话 记得可以关注我一下